教授接下来我说啊 你刚说到的这个 保护力啊施打率 我这边也有个数字提供给大家 你知道吗现在啊 全世界六十几个国家在开打 哪些国家的人口数来说 施打率最高呢 以色列他们已经打到47% 将近要一半咯 英国23% 还有一个波斯湾的小国叫做巴林 打了现在是15% 他们是施打率全球 算是现在前三名 但是我们说啊 从这个疫苗当中 我们好像也看到了很多 疫苗外交 疫苗政治学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就在呢 去年到今年 大家都在从疫情复苏 到现在打疫苗 疫苗哪里来 原来也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先来看一些 比较有趣好了 有一些国家他们也拒绝 敌国的疫苗 像是乌克兰 好乌克兰跟俄罗斯 长期就是两方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呢乌克兰就 他们就只打辉瑞的跟BNT的疫苗 他们就说基于国安考量 俄罗斯制的疫苗不考虑 但是呢他们也跟中国科兴 递了疫苗 然后呢伊朗哦 正好相反 伊朗呢他们只用俄罗斯的 史普尼克5号疫苗 好伊朗呢跟英美 向来也不是太合 他们就说英美的疫苗 我们不用 所以你说跟谁买疫苗 用什么品牌 哎呦原来他底下是有些 外交政治角力的 那当然啦这个人心呢有些时候 没有办法用科学的防风法去解释 因为像巴西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是对 就比如说我们研究战略的 或者是这个研究战争来讲 这个生物战绩是老早老早就有的 大家没有听过生物战绩的人应该不多 大家都晓得在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那个就在东北就有一些实验室 做人体的这个就是拉俘虏的中国人民 去做他的人体试验 那么不管是以前的毒气 或者是现在的病毒 都有可能是一种生物战绩 那么所以如果国家真的是敌对的 比如说俄罗斯对乌克兰 那个是极大的军事威胁 尤其是几年以前兵不雪刃 在两天多的时间就把 属于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 直接就把它占领 然后再办一个很快的公投 就把克里米亚并入了俄罗斯 所以这一种在 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里面 这个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张关系 是与日俱争的情况之下 你说再去施打敌国的这些疫苗 当然会有很多人心存芥蒂 就算你买了 很可能也有一些民众 这个不愿意施打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种 这种关于人民健康的东西 加上了政治因素 就很难过去把话很简单的道理 它是说不清楚的 因为确实是人民的感觉 伊朗明明知道美国现在对它的 强力的经济制裁 那么甚至在川普要交给拜登钱 我们还曾经看到很多的谣言 现在看起来是谣言 就是川普会在卸任前出兵攻打伊朗 那么所以这些 在这种敌对的关系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会有政治或者是安全因素的考量 但是我们说从这疫苗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美中的外交布局 从先前川普现在拜登 川普在面对这个疫情 他有点自顾不暇 一开始就一直说 戴口罩这些gay 那个不行啦 结果没想到呢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布局 倒是很快啊 从先前的一带一路 到现在的疫苗思路 哎呀 他现在拿疫苗来做外交啊 尤其是现在已经伸手到了 中东阿拉伯世界 包括像伊拉克 约旦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巴林哦 他们打的疫苗呢 除了一些国外的像是辉瑞疫苗之外 他们还有买国药疫苗 阿拉伯世界跟中国大陆什么关系呢 产石油 中国进口石油一半以上 来自阿拉伯世界 对 疫苗换石油 像我们的晶片换疫苗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靠的是能源 那能源的大宗是石油 那么中国大陆 对海外进口石油的依赖 变成它经济持续向前 飞腾发展的一个软肋 所以能源供应 中国大陆来讲是必要的 那当然中国大陆如果能够有 这个疫苗可以提供 不管是用互相购买 贸易的方式 或者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被想象的 另外一个就是 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 它的成本 或者是说它愿意用补贴 用国家的力量去降低这个价格 在西方的自由社会比较不容易 就中国大陆可能有这个 有这种条件 那跟我们说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可不可以用这个晶片换疫苗 是有类似的 我觉得想象都很好 但是实际上面这些都必须要经过协商 必须要经过谈判 那么这些协商到底是用价值来考量呢 还是紧急的需求来考量呢 还是以外交上面来做考量 比如说我们用晶片换疫苗 如果真的可以谈成 那个国家会不会承受中国大陆的压力 那么会不会因为影响到 它跟中国大陆其他的贸易 那这些都是跟我们对谈的 对口国家他必须要去计算他的国家利益 所以并不是说老子有钱就可以买得到 那么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平心而论 以目前的全球施打率 那个我们虽然把它当作一个新闻话题 我们自己也很关切我们自己健康 我们也希望世界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但是不能够有太多浪漫的憧憬 中国大陆一定会讲说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世界共好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们用较低价格的疫苗去支援 比较买不起欧美国家疫苗的这些 亚非拉底美洲的国家是中国的 这个对世界的一个什么承诺等等 这些我们先不要用恶意的手段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 那么但是我们要看它实际上的作为 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填补 因为我们疫苗产制的能量暂时没有办法 让全世界疫情很快的缓下来 我们有一些买不起的这个疫苗的国家 能够较快的能够把它的卫生条件 跟这个民众健康能够把它提升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只能也是乐观其成的 不需要不需要把中国大陆所有对外的作为 通通把它做完全负面解读 那么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